它其實已經有非常多的成功案例了 政府的地上權招商 其實就招到這個金人寶 他們即將在這邊興建一個 地上55層樓的一個企業總部 有的智慧科技再加上無敵的水岸景觀 它會成為未來前所未有的水岸商業 附地串聯內坑南港 成為台北科技走廊最後的一塊拼圖 讓各界都一致看好 在全球AI應用的驅動之下 AI相關的智慧產業蓬勃發展 興建算力中心數據中心的需求與日俱增 然而隨著ESG的轉型帶動 還有台灣地震仍然頻頻發生 都加速推動了核心商圈高齡商辦的都更需求 尤其企業在商用不動產的佈局最為明顯 根據公開資訊觀測站的資料顯示 2024年上半年商用不動產土地的交易金額 大幅成長年增31% 根據最新的統計 第一季上市上櫃公司 很少商辦的金額就高達420億元 跟去年同期相比是大幅成長了5成 主要就是因為全世界AI的重鎮在台灣 而商辦的數量又非常非常的少 大家看到好的案子幾乎都會用非常快的速度來治產 以台北市中心七大辦公商圈來看 其中屋林在21年以上的辦公大樓佔比高達6成 數年之後多數辦公室商圈都將出現高齡化的問題 這些高齡中股的商辦不僅無法滿足ESG永續的需求 還要面對設備改善的資本投資 這些現象都提升了新型態商辦需求的急迫性 其實這個所謂的綠色商辦 這其實是一個全球的趨勢 像ESG 它其實就跟綠色商辦有非常直接的結合 那也就是說未來企業 他們在選擇辦公大樓的時候 他們不能單純的只考量品效或是CP值 他們必須要考量的是說這個建築物對於環境它是否友善 它是不是有取得綠建築或者是能源的一個標準 因應全球綠建築區是獲得ESG認證 以及綠色承諾的企業 將會獲得利率減免的融資優惠 後來企業可以更完善更高效的創造幸福企業 以台北市的新一計劃區來說 擁有這些頂級的綠建築認證的這些辦公大樓 跟同一個商圈沒有綠建築認證的大樓的租金來相比較的話 大概租金差異會在10-15% 那這個也就是綠色租金溢價 那溢價的情況會隨著整個企業 它對於永續的概念逐步提升之後呢 也會相當的有競爭力 那不管是國內外的金融機構 都非常的積極的在開運這個永續金融的推廣 我們如果將不動產的領域跟金融機構結合起來 那目前的一個綠建築呢就是符合金融業呢 他們在綠色金融貸款裡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版圖 今年回答NVIDIA的執行長黃仁虛 宣布要來台灣擴大投資 未來五年之內要在台灣建設的是企業總部 以及AI研發中心 消息一出紛紛吸引了全台灣的各大縣市積極爭取 推出了有利於聚會園區的優勢與條件 而以聚會醫療產業以及數位技術服務為中心發展的北市科 就成為了台北市未來高端產業聚落的首選 北市區其實將北市科呢 認定為它這個淨零碳排的一個示範區 所以未來呢在這邊比較大型的開發案件 都必須一定化要做到一定的比例 做到建築的能效 那對於一些國際的企業來說 他們其實更看重這樣的妖章 因為他們的投資人更注重永續的概念 那麼呢北市科呢 它會成為未來前所未有的水岸商業的腹地 整個北市科內科到南港串聯在一起呢 未來會成為台灣經濟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科技長廊 而事實上呢 替業設置社總部最在乎的就是交通 北市科它主要的幹道是成德路 緊鳴的是中美快速道路 它可以銜接的是高速公路呢 未來更有輕軌來通過 跟市區是視通八達 所以呢其實不管是要製產或者是社總部都非常的適合 北市科相伴聚落是台北唯一的冰水園區 更是在台北市七大商圈當中 前所未有的產業聚落 位於呢聚會生態園區的北市科 綠色建築就是這裡的商用不動產主流 更是高科技產業的金字塔 那其實一個園區要能夠開發到成熟 第一個是領頭羊 當你的指標企業進去了很多的 當下有產業跟童業 他看到這樣的指標 就會吸引其他的企業一同進入 其實這種園區類型的開發 市政府投入了非常大的心力去琢磨 而且呢未來他會規劃的是要串聯內科南港 成為呢台北科技走廊最後的一塊拼圖 讓各界都一致看好 而事實上呢台北市住宅的價格呢 往往會高出商辦大概是一到二成以上 所以呢住宅的價格呢不停漲半天的情況之下 商辦的價格有機會落後補漲以及提起直追 我們就以南港當作例子好了 最早進入南港的中信金 從信義區發到南港之後呢 就享受到重劃初期商辦價格的甜頭 當然現在的價格已經完全不可同意而語了 以這樣的發展模式來看北市科 我認為北市科有機會複製一模一樣的漲幅 對長期要來布局資產的企業跟高資產主來說呢 是相當相當的有利 看好北市科的智能戰略優勢 吸引各大建商進駐 遠雄建設在此規劃符合永續 滿足人本治理的新世代商辦 讓企業能夠給員工一個更幸福健康的 新型態辦公場域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規劃遠雄商做這個產品的時候 就有考慮到這個部分 我們整個基地面積是1700坪 我們留了770坪去做整個平面的一個濾化紙栽 那濾化紙栽本身它就會讓整個溫室效應會比較降低 在整個大樓的垂直拓成陽台 我們也去做了一些濾化 園區大概有超過近100坪以上的一支災在裡面 包括在大樓的本身 結業能方面 我們也都做了很多的功能性提升 另外我們也在我們的頂樓面 基隆河的這個 也就是view最好的一個地方 我們規劃了一個共享公設空間 讓整個未來進駐的客戶都能夠去使用 那再加上最大的一個特色 有一個叫做超級堤房的設計 如果你去過內科 內科的堤房是一堵高橋 北四科的堤房是緩潑 可以有很多的植栽 很多的休閒設施可以去做利用 智慧城市台北依據是科技大廠選址的最佳選擇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以綠色的科技園區為出發 內容以可持續性還有智慧城市為主軸 而且在生態保護環境的表現也相當的出色 未來隨著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的發展 預計會成為企業大廠選址的最佳地點